好,我们来谈风鸣器 我们套件里面有一颗长的这个样子的 它是风鸣器 它是风鸣器 那原则上 它只用到了三根脚 一个脚位就可以用到了 GVS 那我们去思考一下 风鸣器 它要出力 所以至少它会是一个什么 输出设备 但是因为它有音量的问题 或者音阶高低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沿用上一次 之前讲过的一个课程 就叫做PWM 要用数位模拟类比输出 那接法也相当容易 我们使一样 把黑色的线接在G上面 GND上面 把黑色的线接在GND上面 把黑色的线接在GND上面 那我们使用的角位 这里使用角位 告诉大家 你只能使用3,5,6,9,10,11 这个可以做数位模拟类比的角位 来做这个风鸣器的设定 所以你要接的时候 注意一下 那我们现在接在3号角位 一样是黑色的线 一样是黑色的线 对准 D级就可以 GND 那回到我们的主程式 首先连上我们的USB 再启动我们的开放硬体的程式 当我们看到这个讯号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它已经连上去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 这个 风鸣器 我们的程式 该怎么去界定 第一个 当我们把 当我们把 旗子拉出来 我们要告诉他 我们要使用哪一个角位 刚才我们接在哪一个角位 3号角位 请你把它设成PWM 如果你设成 输出 你会发现 它的效果不好 好 我们先设输出看看 然后我们让电脑重复的 让他 直接 设定数位角位 3号为什么 1 你会发现 它只有 一声 其他都没有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用输出来 让风鸣器 发出叫声 好 停止 那我们把它改成PWM 使用 模拟类比输出 PWM 3号角位 数值0到25 随便你给个数字 假设我们给100 好 这个时候你听到风鸣器在叫 那怎么停呢 当然是给它的值是什么 离 它就停了 所以你要让它叫 那有人说那100 200有没有差别 你可以试试看 那我把它数值改成150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我们这边的只有发出单音 所以你这边的数值改成200 声音稍微不一样 但是还是只有这个单音 好 这是因为我们的 S2A里面 它并没有把 那个声音的 函数放进去 所以你的声音值 就很单纯的一个警报声 嗡嗡在叫而已 所以再复习一下 那你可以用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用PWM 那你能用的角位是 好 3号 你能用的角位是 3 5 6 9 10 11 这几个角位 来让风鸣器启动 好 这是如何让风鸣器启动 至于风鸣器有什么作用 就看大家的想法 它可以当警报器用 它也可以做什么 其他不同的利用 例如做错了 或者是需要提醒人家什么事的时候 你可以用 那记得 它的值0到25 0是不发生 255 是怎么样 最大值